日前美国联邦监狱官网上有关前华人首富赵长鹏的位置信息 被更新到了加利福尼亚州的长滩居住地重返社会管理局 何为重返社会管理局 简单的讲 这个与美国法院警署州和地方等承教机构签订了合同的办官方机构 其实充当的就是一个居中联络人的角色 其主要的责任就是对刑满释放的囚犯提供一些重返社会的必要帮助 换一句话讲 日前已经服刑期满且顺利进入长滩居住地重返社会管理局的赵长鹏 不出意外的话即将重返社会了 当然美国方面的公示信息也给出了相应的日期 9月29日 显然作为全球最大笔特币交易平台必安的创始人 赵长鹏的即将刑满复出 无疑会被相当一部分头脑发热的韭菜们 视为是一个重大的利好 我们何出此言 显为人知 就在赵长鹏进行社会化训练的同时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依旧没有放弃对必安的调查 而根据此前 美国司法部 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对必安的巨额连续罚单来看 刚刚回家屁股都还没坐热的赵长鹏 大概率又将占到被告席上 而接下来 他所面临的选择 无外乎就两个 要么割肉交钱 要么牢底坐穿 至于自由 今年4月时 赵长鹏倒是相信了美利坚的自由承诺 面对来自美国政府的犯罪指控 得到了认罚28.5亿美元 就不予起诉和解条件的赵长鹏 在法庭上公开道歉 全盘认罚 但是谁曾想 赵首富的几十亿美元才刚刚转账不过五天 美国政府就直接推翻了此前的和解条件 并在4月30日这天判处赵长鹏四个月监禁 无疑 美国政府算是盯上了这块肥肉了 原因很简单 如果加上今年4月的这笔天价罚款的话 赵长鹏已经被美国政府累计讹诈 达72.16亿美元 约合人民币522亿元 而事到如今 美国政府的态度已经很明确 币安还得继续查 赵长鹏不准离开美国 所以说 美国政府如此死咬不放 都是为了不放过一个恶人吗 诚然 在2014年之际 依靠独到的投资眼光 而全盘梭哈 甚至不惜卖房炒币 进而创建了全球最大笔特币交易平台 币安 然后公然自诩无祖国公民 国际流浪者 并高度涉嫌为人口贩卖 军火毒品 恐怖组织提供洗钱服务的赵长鹏 确实很难说是一个好人 可是 如今 美国政府在没有任何有利证据之下的 死咬不放 真的是出于美国的法吗 辛普森杀妻案就尤为典型 1994年6月12日 美国知名橄榄球黑人运动员 辛普森的前妻妮可 和他的男性朋友 在家中被割喉杀害 警方现场调查发现 案发现场发现了辛普森的血迹 且现场两枚带血鞋印 与辛普森当时穿的鞋子也完全相符 此外 警方走访邻居还发现 辛普森与前妻离婚后 仍对其感情生活横加干涉 妮可曾多次报警称 受到辛普森的威胁和骚扰 案例说 证据确凿 动机充足 辛普森本该认罪扶诛 然而 自是富贵的辛普森 却并不这样认为 在强大的超能力下 辛普森雇佣了 由数位知名律师组成的梦之队 为其进行辩护 结果不出预料 在这些人脉宽广 能言善辩的明星律师辩护下 抓住了白人警官福尔曼 曾多次发表种族歧视言论 这一所谓的关键正典之后 辛普森的律师团直接反咬 遭到了警察的蓄意栽赃 当然更加让人跌破眼球的是 作为沾染了辛普森血液的关键证物 手套 不仅被警局毫无理由地 交给了辛普森的辩护律师辩认 保管 在宣判庭上 法官更只是因为辛普森 戴不上那副 可能早已被调包作假的手套 就被当庭宣判无罪 然后呢 被无罪释放的辛普森 将自己撰写的自传取名为 假如是我杀了他俩 而在这本书中 辛普森用一种假设的口吻 详细地描绘了自己 如何杀妻的全过程 但是对此完全吻合一切现场证据和疑点的自曝 当年的美国警方却选择了沉默 一直到辛普森去世后 关键目击证人约翰·邓顿 打破沉默 声称案发当晚 自己亲眼目睹辛普森雇佣黑帮成员杀害前妻妮可及其友人 无疑辛普森杀妻案对有钱人的鼓励是巨大的 于是我们看到 在这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 美国及其身后的西方各国 俨然被视为了全球有钱罪犯的极乐世界 而这其中自然也包括了相当一部分的华人 但是美国真的能够 或者说是愿意护他们周全吗 美国当地时间3月30日 美国联邦政府在最新的族裔分类中 将既往的亚裔分类栏破天荒的系 分为了华裔、印度裔、菲律宾裔、越南裔、韩裔、日本裔和其他 对此美国政府的解释是 为了更好的服务各亚裔群体